近日大家都留意其中一個板塊就是耐銀 可能衝憬打壓的力度沒有那麼大 可能經濟有起色 其實都已經做得不錯了 不少資金流入了 那耐銀這個板塊 你又覺得可不可以留意呢? 如果留意的話 應該是比較中長線去部署 還是耐銀你都覺得應該是炒range 我很少會特別推這個板塊 但如果有興趣這一邊的朋友 其實這一期的確是可以留意的 但我覺得其中一隻油柱 我覺得可以看 因為如果你尤其是說 這個相片是一些短線動力 選擇這些走勢就是強的 基本上就是向上走勢 這裡可以等它 因為它們其實已經急升了 可以等它先下來 對 譬如什麼位置你會覺得比較舒服呢? 10天線就咬著的 都是大約的上升位那裡 大約50天線左右 嗯 因為它其實你基本上 你畫到一條線出來 大約是IGANS 50天線的那個位置 嗯 是的 如果短線部署的 或者看到動力 或者資金近期都比較喜歡耐銀股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油柱行Vivian推介 就算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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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